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當我們有一個公會 很優秀的公會的藏務理事 要跟公司爭取年終的談判的時候 就被解僱了 那這樣子我們想要問王主委 那到底就是我們要怎麼樣 這樣才可以保障員工去跟公司談加薪、談年終的權利 而不會被資方打壓 這次發生事件是由於去年我們要談年終獎金的時候 我們有發一個文宣 但是基本上是經由所有理事會所發函的 但是現在公司因為認定我是領頭羊的角色 把我解雇 我們在申請的調解兩次不成立以後 我們來到勞委會這邊申請不當的勞動行為裁決 經過苦苦的四個月的等待 等待就是在五月九號的時候裁決文已經下來 已經判定公司的解雇是違法 我們拿出了勞委會的裁決書 我們去資方回到公司我們要求負職的時候 資方還是依然顧我的 要求我們還是要為事件來道歉 勞工沒工作 勞工沒工作 當時我們裁決已經下來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尊重台灣 我們自己國家的法律台灣的法律 你來到台灣就得尊重台灣的法律 就不遵守台灣的法律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我們要求我們的政府 是不是肩膀應該硬起來 脖子應該硬起來 我們要求撤除這個副董事長的工作證 我們的王儒賢王主委 在去年五一說勞動三法實施有三個權 團結賢、協商權跟爭議權 那麼我們在談年終獎金的時候 這是不是協商權 我們的范木要行使協商權的時候 第一個動作就把它裁掉了 請王主委出來看看我們的協商權有受到保障嗎 我們只發了一份文宣 他就被解過了 我們要求勞委會在某些方面 他應該依法去做的 要求他撤除他的工作證 同時他的公司裡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外勞 我們要求這外勞 盡速的轉介出去 因為你在這裡工作 你在這裡賺錢的時候 竟然是欺壓了台灣的工人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要求勞委會執行他的公權力 公司上回的話是說 我要回廠區上班 還要跟公司道歉 那基本上我們公會 當一個公會幹部 我們只是具體力爭 哪有道歉這兩個字 我們要的都是合理的 只是我們努力的一年 公司有賺錢 我們希望公司照 跟公會協商的 就是我們等於是一種合約 公司賺多少錢 我們照比例來分取 我們合理的利潤 合理的福利 但是公司現階段的話 是帳面做的 我們去求證的 他都不以承認 所以說我們拿出來的數據 他都說是不實文宣 那我們跟他要求說明的時候 他就解雇了 那這東西 現在條理這樣的話 那下 所有台灣的公會幹部 怎麼敢跟資方來做一個談判 朱委生部長 勞工沒工作